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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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指揮中心,役政监视祖座,助理者,助理者 学校是学习的教授,请最好方向的感受,让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安心的学习环境 请家庭主义孩子的健康,如果有发修,没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就要关心去看他,并且在家里休息,也请大家爱共同来配合 第一,预期到时的通风,如果有开冷气时,对各个档案门要打开,环境也要预期清晰 第二,团体吃时,要请固定学生来割菜,也要记得行洗手,尿体粉,掛好脆胺 第三,坐交通车,没有带中文书港区时,也一定要掛好脆胺 学校工业好发作,安心,学习,有保重,大家最会打命,共同守候,孩子的健康 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家新闻,我是张启腾 金融市110年中小联运首次遗失台北市立田径场举办,选手表现优异 有14项,31人次破全市及破大会记录,创5年来新高 其中最大赢家南龙国中,选手在除夕当天都还在练习,精神令人敬佩 来,准备,冠军 真的是超级冠军啊,南龙国中在110年度的周小学联合运动会中大放异彩 囊刮了21斤,其中正义宏及江承恩同学更达到个人四项破大会 破全市,连四破的最佳成绩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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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今年,从初期,从初期ér смер Uz ос就开始练,出一大早,也来练 很开心这次比赛,能破四项抵勾,然后也拿四项抵采 金融第一潮过然后自己有想放弃的念头 可是我在有詢問兩位老師的當下 讓兩位老師開導我 然後去讀過這個念頭 想放棄的念頭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才會有這次的好成績 謝謝兩位老師 這次的800有破紀錄 然後400差0.09 就覺得有點非常可惜 然後希望明年上了高中 可以有更好的成績 然後謝謝兩位老師 只是這樣除夕的時候 就帶我們這麼久 因為基隆的天氣本來就是 很容易冬天的時候都在下雨 那小朋友他們就基本上 就是無謂風雨 就是出來就會照跑 那我覺得他們可能也有這個精神 所以他們在場上比賽的時候 就是會奮鬥到底 就跟他們練習一樣 那我覺得這樣就很好 機會留給有準備的人 在這一次110年的中小學 聯合運動委裡面 南東國中 在全體老師還有體育班 不管是跆拳 不管是田徑的 努力的辛苦訓練之下 從過年除夕就開始 大年初一 除二初三也都持續練習 我相信他們今天成績 都是自己努力訓練出來的 那在這段過程當中 其實他們有成績 有碰過身體上的傷痛 或者是心理素質的降低等等 但是也在學校老師還有同儕 以及師生的鼓勵之下 克服這一個困境 渡過這個難關 我們未來希望 在今年的全中運的成績 能夠更好 替基隆士爭光 也替南東國中的體育班成功 苦練揮灑汗水中 有亮麗的成績成果 達標選手將代表基隆士 參加四月份在雲林縣 舉辦的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也希望選手們能持平常心 持續精進訓練 為自己也為基隆士 全力展現實力 爭取最佳成績 記者蔡小軍採訪報導 再來是溫馨消息 東方國小校友李鴻為律師 與母親感念母校師長 對教育工作投入不遺餘力 因此以媽媽的名義 贊助每年10萬元 幫助及鼓勵雪姊美 我愛我 我愛你 因為感恩 所以更要付出 東方國小校友李鴻為律師 與母親 頒發獎助學金 與疾難救助金 給小學弟妹們 鼓勵他們向上向善 永不放棄 讓更多的人 可以感受到就是 社會對他們的溫暖 然後讓這邊 有需要幫助的小孩子 以及他們知道 讀書是重要的一件事情的 這個想法 所以我募集了這個獎學金 來幫助他們 今天很開心 我希望能夠這個活動 能夠繼續下去 很謝謝李律師 跟我一起愛東光的孩子 把他的愛延續在我們東光 讓我們東光的孩子 每一個都愛念書 會念書 未來很有成就 非常感謝李律師 他是我們 歷史一屆的校友 非常傑出 念了建宗到台大 最後他還擔任 這個自然國際律師事務所的 這個主持律師 特別在去年年底 也就是聖誕節的時候 送給東光一個大紅包 我覺得藉由這樣的機會 可以讓更多的校友 以後的學弟妹 都可以得到很多的啟發跟感動 可以回饋我們學校 還有更多的社會大眾 謝謝李宏偉律師贊助 東光國小獎助學金 得知自己獲得了獎學金 我感到非常榮幸 有了這份肯定與鼓勵 往後我會更加努力學習的 不只一年 而是未來的每一年 都會捐贈學校 律師與媽媽的愛 將無遠佛界 鼓勵小學弟妹們向上向善 未來也將愛蔓延 記者蔡小鈞採訪報導 為了讓退休的銀髮族長者 保持健康延緩老化 七土區長心裡辦公室 特地和民間團體合作 利用李明活動中心 辦理銀髮族太鼓學習班 讓長者們享受 健康快樂的退休生活 也讓李明活動中心 發揮最大的功用 在太鼓老師指導下 銀髮族長者們有節奏的 擊打太鼓 共同演奏鼓聲震天 一起享受打鼓運動 流汗健康的快感 也可以藉此認識 不同的退休銀髮族朋友 因為這個太鼓是可以整身立動 所以退休老師 退休的公務人員 都是65歲以上的 那大部分我們招生的時候 都以我們長心裡的 因為跟長心裡合伴 所以長心裡學生為主 七土區長心裡裡辦公室 特地和民間團體合作 出界李明活動中心 辦理銀髮族太鼓學習班 讓銀髮族長者們 享受健康快樂的 退休生活之外 也讓李明活動中心 發揮最大的功用 少那些退休人員 因為他們退休 在家裡的話 容易老化 然後利用我們的活動 請他們出來 然後一方面可以 剩下他的勞力 活力 身體也很好 不要在家裡看電視 這樣容易退化 身體不好 對於長心裡裡長 善用李明活動中心 鼓勵退休 銀髮族長者們 走出家中 不斷學習新事務 保持運動 維持社交活動 讓銀髮族長者們 保持健康 延緩老化 基隆市議員 張耿輝 也非常支持和肯定 我們會前進來支持 只要是合法身體的社團 我們一不同之 應該來支持 尤其我們台灣 已經走向老人化了 延緩老化 有益健康 有一些活動 我們更應該來支持 所以說這個 各的結合是非常棒的 而太鼓班的銀髮族長者們 看到鏡頭在拍攝 更是輸人不輸正 每個人都卯足全力 展現學習成果 也展現自己的活力 完全不輸年輕朋友們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基隆市安樂區 通往恒安養護中心 出入口的協迫道 地面坑坑洞洞 影響行車安全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 林沛翔到現場會刊 沿離道路重鋪的可行性 看到有個空落在那邊 如果我們那個空落不補的話 搞不好人家一下雨 這邊照明不足 馬上人家就跌下去 那很危險 地面上凹凸不平 不只車輛經過容易打滑 就連行人走在路上 都容易摔倒 我們的員工跟家屬 曾經因為路面不平 那有騎摩車的時候 有滑倒過又受傷過 這條通往恒安養護大樓的道路 因為十多年沒有重鋪 道路坑坑洞洞 地面摩擦力降低 容易引發車輛打滑 由於安養中心的院民 家屬每天進進出出 斜坡道路況不佳 嚴重影響到行車安全 路面很久沒有維修 雖然這邊的通行量 沒有大型卡車壓過去 可是也是很明顯的凹凸不平 而我們在這邊看到的時候 這邊的照明的確也有一些地方 是不夠的 第一個問題是屬於管線單位的人收孔 不平整的關係 這一個部分我們會找管線單位 來到現場來做一個會刊 再來研議一個後續的改善方式 第二個部分是屬於比較撲面老舊 正常狀況損壞的狀況 我們會針對狀況比較不好的鋪面 來進行一個局部的改善 此外這條斜坡道路 夜晚光線昏暗視線不佳 對用路人來說相當不便 副議長林沛祥建議加裝照明設備 避免因為視線不佳導致車禍發生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巴羅國小校門道路則是停滿了車輛 造成學童上下課要穿越車流相當危險 市議員張元祥邀及交通處等單位 規劃家長接送區 在三個時段路邊禁止停車 方便家長接送孩子 兩側道路被汽車停的滿滿的 這裡是巴羅國小校門口 由於這塊土地並非四幅土地 車輛停滿兩側道路 造成學童上下學都要穿梭車流增加危險 可以有正式接送小孩的區域 不要說每次都小孩跟車子在針道 校方爭取利用左側的人行道空間 增設家長接送區 在上下課時間方便家長接送孩子 市議員張元祥邀請了交通處 教育處等單位現場會刊 研議劃設的路段及時段 大概有六百多位的交職員生 因為地處偏遠 所以在接送的需求非常高 但因為這個地方是非常小的巷弄 那這次經過市政府交通處 以及我們給他建議這方集間意見 利用現有的巷道 非私人土地的範圍來設置家長接送區 在一分三個時段在家長上午中午級 下午放學等上下課時段 提供給家長做接送 真的正義學校非常非常地久 尤其家長在這邊也是常反映說 這邊的交通非常地混亂 那這次也非常謝謝張元祥 張元祥 張元祥這邊 邀請各位來做一個延商跟檢訣 提醒家長上下課接送孩子時 開車經過也記得減速慢行 避免兩側停滿車輛 产生視線死角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基隆慈雲寺整年度的重要慶典 包括了元宵節藝文活動 文昌君聖誕 觀世音菩薩聖誕 慾佛節及忌孔大典等 無不吸引眾多信眾前來 慈雲寺對於重要慶典 祭祀活動及社會服務 總是不遺慮的認真規劃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歷史悠久 信眾眾多香火鼎盛的慈雲寺 為了更多的屬岸 光 vill開 作詞・詞・作曲・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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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連勝 彈行者 平常出場 为了配合天桥拆除及国门广场工程 金融旧火车站前原环奖公铜像 3月3号进行拆迁作业 不过拆迁当天凌晨铜像 却被不明人士颇漆喷制抗议 随后进行的拆迁作业也出现问题 业者调拆时铜像竟断成三节伸手异处 金融市政府方面表示将在修复后 送往两奖文化园区安置 吊车一拉起 蒋公铜像竟断成两节 掉落在地面再伸手分离 引起在场人士惊呼 这里是金融旧火车站前原环 为了配合即将在3月20号登场的天桥拆除 及随后的国门广场工程 金融市政府规划将这一座蒋公铜像拆除后 迁移到桃园两奖文化园区安置 今天这个迁移的计划主要还是为了我们 整个金融市火车站原环周边的国门广场计划 跟我们天桥拆除的这个拆除的这个计划 来配合来办理 按照我们原定的这个计划来执行 不过就在开拆当天凌晨 却有不明人士向这座铜像 波漆喷治抗议 警方巡逻发现后 立即调阅监视器追查3名可疑人士 早上巡逻的时候有发现这个现象的时候 我们有调阅监视器 那有发现大概是在今天凌晨 大概将近4点的时候发生的 那我们有看到三个不明人士 那疑似有犯下这个案子 所以我们现在在厘清 积极厘清当中 因为那时候是深夜嘛 所以我们有看到三个人士 就是在这个铜像附近这样徘徊 那他们有拿东西 所以说我们也发现就是他们造成破坏 对于蒋公铜像终于要拆迁 228受难者家属相当开心 只乎这座象征威权统治的铜像早就该拆了 在警方追查破棄者的同时 铜像拆迁作业也正式展开 但是过程并不顺利 施工人员花了三个多小时 利用各种工具都无法撼动铜像一分 在动员第三辆吊车以钢索吊起时 却突然发生铜像断成两节 在衰落到地面伸手分离的意外 让人措手不及 全程在现场督工的 金融市政府公务处长张元良解释 这座将近70年历史的铜像 突然断成两节的可能原因 并表示铜像修复后 在送往桃园两讲文化园去安置 这个铜像应该有60年的历史 然后年代久远 所以我们刚才在钓的过程中 它原本就是两段式的结合 因为它底下有绑钢筋 然后有灌混凝土 它类似把铜像的下半身当作一个基座 然后整个灌起来 所以我们刚才你看 换了两次吊车 然后施加的拉力 到达三顿整个 吊的过程中 因为它是两段式的结合 所以整个燃腰被拉断了 至于下方日治时期的基座 将先暂时留在原地 等待金融市文化局 文资审议委员会的专家学者讨论后 再决定后续如何处理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 春节期间 金融市中山区综合路一带 上千户发生了供水不足的状况 在立委蔡世英服务处的督促下 希望自来水公司以最快的时间 提出改善方案 立法委员蔡世英服务处 邀请到了自来水公司一区管理处 来办理改善说明会 邀请到了基庸市议员宋伟丽 市议员张炳君 市议员庄敬盛等多位地方领袖 来共同讨论 老旧自来水管的改善方案 而水公司提出了两条新设管线 来改善用水不足跟水压问题 大庆大城以及附近的几个社区 包括三菱松进 包括立井山庄 富都新城 喜事等社区 对于这样综合路 不停的开开挖挖 不停的破水管 对于民生用水来讲 已经非常的厌恶 也非常的痛苦 已经愤怒到了一个极点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协调会上面提出相关的一个声明 我希望自来水公司与基隆市政府能够共同讨论一个方案 能够彻底解决我们中和路沿路社区的一个用水供水的问题 希望说有比如说在那个PVC下面的一些报废的管线 希望也能够把它一并的拆除掉 不要说让我们的现在的管线埋下去之后 都会有那种浅层的埋 然后浅层埋的话很容易爆管 拜托了我们蔡世英立委来去主持召开这个会议 并请自来水公司同步一起提供解决办法 那未来我们希望自来水公司 藉由这个解决办法 可以让我们近4000户 未来都有一个平稳的水质可以使用 同时也可以彻底解决到我们这边停水漏水的问题 与我们这个中和路这一段春节期间破管影响民生供水的问题 那蔡世英委员办公室在知道之后 也立即跟自来水公司的联络 要求他进行的改善的规划 那今天改善规划完成之后 我们特别来地方召开说明会 那跟所有的议员跟里长跟各社区的主委来报告这个事情 那目前的结论是 未来在今天开始起算八个月内的工程设计 跟规划跟施工之后 能够整个彻底改善 这边本来供水有破管的问题的问题 一并来做新管的抽换改善 那未来我们相信这供水会 经过这工程之后相对的稳定 记者黄日生季庸报道 国民党季庸市议会党团三位市议员 针对媒体报道有关 立委蔡世英黄新助理涉及所会收费案 再度召开记者会 而立委蔡世英服务处方面 如何回应呢 一起来玩新 国民党基东市议会党团三位市议员 吕美林张渊祥以及韩世玉 质疑媒体报道有关立委蔡世英黄信助理 涉及向物流厂商所会收费疑云一事 遭到黄信助理提告 三位议员在律师刘邦秀 以及党团书记长张芳立陪同下 再度召开记者会希望对方不要用字数提告 而要用告数来提告 让检察官可以介入调查这件事 也让民众清楚了解事情的真相 犯罪的被害人 如果你提出自诉 他是直接由法院来审判 可能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不过虚弄一番 也就是我就随便你 反正就是恐吓恐吓你嘛 吓吓你嘛 然后让你呢 没有办法受到这个宪法的言论自由保护 因为呢 我们很多的台湾人 我们都不喜欢走法院 可能就此就收手了 就不想要去追查真相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提出了告诉 他就是有一个侦查 这个侦查是检察官介入的 所以呢 我们真的是期待 由检察官来介入 让真相水落石出 该还清白的就清白 如果不是这样 我们也要让市民知道 他该知道的事情 很期待您本身本人 出来做说明 而不要再透过 所谓社群的媒体 社群的网络 来发表前后矛盾的 这样的声明 然后我真的觉得 作为一个中央的名义代表 要站出来 说清楚 讲明白 有这么困难吗 出来面对的话 那么至少呢 让我们会觉得说 你可能是清白的 那反之呢 如果呢 你不愿意 那我们当然也知道 躲在呢 新闻稿的后面 那当然呢 这个毕竟 是这个小孩子 做错事呢 常常呢 都不敢 这个出面 但是呢 别忘了 您是立委 身为名义代表 我是个人是觉得 一定要 非常的坦然 让人民来检验 我们的 所作所为 所以不应该说 人家一个质疑 你就要提告 针对国民党三位 市议员再度校正 立委 蔡世英服务处 主任林明志 则简短回应 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一切交由司法来裁决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为了鼓励媒体 制作优质儿少节目 让儿少节目 能够成为孩子成长 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养分 台湾媒体观察 教育基金会主办的 第20届国人自治儿童 及少年优质节目 五星奖颁奖典礼 特别评选出 荣获五颗星的 优质儿少节目 也从中选出了 六个年度大奖节目 今天要带您来看的是 荣获五星推荐 由原著民族电视台 自播的跟着搭片去旅行 很明白为什么 他们每一个人都这么体贴 是因为他们是共同生活 他们要随时注意 每一个人的举动 大战的变化 天气 由原著民族电视台 制播的跟着搭片去旅行 荣获台湾媒体观察 教育基金会 评选为五星优质儿少节目 跟着旅人的脚步出发 带观众看见部落 世世代代保存的族群精神 其实得奖真的很开心 因为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很大的鼓励 要制作这样的节目 就可能包含前志祺都要花到 在一个月以上 然后寻找对的人去部落里面 然后在部落里面发掘 更多更多的一些 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部落的小朋友会是什么样的一个 就是他们的一些能力啊 或者他们可能在想事情 其实跟我们的想象会不一样 所以每次在寻找题材的过程的时候 都会觉得很开心 然后也是一种学习 然后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团队 因为有原名非原名 大家都在这个过程中 学习到很多事情 这件事真的让我觉得是 最大的价值 所以能够鼓励我们去做这样的节目 是一件很好的事 所以就谢谢 其实我觉得儿少节目 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 要发展的方向 然后尤其是我们要怎么样 透过媒体 就是很直接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平台 或者甚至是 现在的平台也越来越多元 如果让大家留在电视上面去收看 或者是突破这些平台 到更多可以那个传递的方向 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说 现在孩子看到的东西 实在是都太超灵了 对对对 所以常常我们自己 在对话过程也会吓一跳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真的是很重要 对 尤其是我们要跟抖音拼命 所以 对对对 因为我们每次去 大家都跟我们讲 他们在看抖音 对所以我觉得 要怎么样去给他们一些 很正确的资讯 或者是去更了解 小朋友想要什么 这件事真的很 对我们来说是最最大的客气 优质五星儿少节目 用心拍摄内容精致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欢迎民众踊跃收看 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 没关也感谢中家数位 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赞助经费 支持这项 优质儿少节目的五星奖活动 一起从儿少视角来关注 儿少的传播权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 脸书及YT订阅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96.9 轻松电台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收看 我是张祈腾 祝您一切平安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OME PLUS TV 4K智慧机上盒